日本首相菅依偉在今天上午的临时内阁会议 进行了内阁总辞 那他上任是在9月16号去年 那一共执政了384天 那事实上呢 上任就任满周年的时候 他曾经就说过他的感言了 他对于他执政这384天的感言呢 就是这是一个致力于防疫的一年 好那所以呢 接下来岸田文雄 也就是新任的首相即将要走马上任 那日本的参众两院呢 在下午的时候也召开了临时会议 进行了首相的指名选举 那岸田文雄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意外 也是获得了半数议员的指名 成为了日本第一百任的首相 那当水之后呢 他的感言就一句 今后才是真正的起点 那首相上任之后呢 因为接下来啊 新的执政方针 他必须要到位 所以现在传出呢 岸田有意在接下来的时间解散国会 那现在解散国会的时间点呢 我们一共也帮您整理了一下 今天嘛 10月4号内阁总词 接下来10月14号的时候呢 传出他有机会来解散国会 那19号当然就是要来进行选举 所以呢 在19号当天会进行众院的选举公告 那一直到31号的时候呢 就会进行投开票 那当然除了国会之外 现在也要来关注岸田的内阁 因为他的内阁很有可能是 中国以及台湾 这两边未来的一个执政方间 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日媒呢 在今天就报道了 说他的名单基本上已经大概出炉了 包含呢 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的包弟 也就是你现在的托卡商看到的 过去呢 一向被认为对台湾比较友好的岸信夫 他将会持续担任防卫大臣 那岸信夫呢 当上防卫大臣之后 其实他一直就很重视台湾 他甚至也曾经特别强调说 台海和平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 你看到托卡商另外一位 逐下派的茂木敏充 也是会继续留任 那除了你刚刚看到的这两个人之外呢 其实啊 这回有很多新指名的议员 还有包含内阁 这回呢 有一个新指名的议员 也就是你现在投卡上看到的 小林英芝 他曾经呢 是三任自民党的众议员 那他其实也有长期驻外的一个经验 他曾经驻美呢 长达五年之久 所以呢 以现在呢 目前美中在技术上面的一个竞逐之下 他首要的策略呢 就是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之下 防止经济以及科技资源 被国外给剽窃 不过聊到美国啊 最近呢 彼得森的国际经济研究所 他们就推算了 在川普的政府时期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他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一直算到现在 因为虽然现在美国已经改朝换代了 但是川规败随的一个策略是很明显的 所以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 到现在目前为止的成绩到底如何 算到八月 其实仅仅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二 那这些项目包含什么呢 我们直接要来分享看 这些项目呢 包含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落实情况 绿色的这个部分 在农产的部分呢 原本定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两百零二 那两百零二亿美元 那在工业的部分是七百一十六亿美元 能源是两百一十四亿美元 但是实际完成呢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一百七十九亿 四百三十八亿 还有八十九亿 其实占比呢 大概除了农业是百分之八十九 比较高之外 其他呢 大概都介于百分之五十上下 那至于在总额的部分 就像刚刚跟您说的 其实只达成了百分之六十二 所以呢 看到这样子的数据呢 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就说了 你如果继续不达标 我们接下来呢 将会怎么做 中国呢 如果没有持续遵守采购的话 不排除会额外来增加关税 好 所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美中在台面上面 还是吵得很凶 但是就在吵得很凶之际 现在传出了Intel 他们在六月的时候呢 其实曾经成立过一个 政府事务顾问委员会 那现在这个委员会呢 似乎拟定要来找一个 中国联想的CEO 你就现在图卡上看到了 杨元庆来加入 不过呢 针对这个消息啊 美媒很不客气 直接说你根本就是引狼入室 因为呢 这样一来呢 联想其实现在被评论为 是一个军工体系的产物 二来呢 这号人物杨元庆 他其实还有政协的身份 所以Intel这样做 他的启程脉络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美国媒体以及美国各界 其实都也还在猜测 因此呢 案情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亚洲政坛以及美国政坛 互相影响的程度到底如何 还有带时间给个答案